大家好,我是阿勇 本期视频我分享一道家常菜 速炒土豆片 首先准备一个去皮的土豆 改刀把土豆切成两毫米左右的薄片 下面把切好的土片放到一个带水的盆中 让这个土豆的淀粉稀释一下 准备绿辣子一个改刀切成片 切完后放到盘中备用 香葱少许改刀切成寸段 大蒜准备几个改刀切片 二的切完后放到盘中备用 起锅倒油,油温六成热的时候 我们先倒入料涂和青椒 翻炒过后之后倒入土豆片 不停地翻炒 翻炒至土豆片在七成熟左右 这个时间大概在两分钟时间 下面我们加入少许的蚝油 翻炒出香后 点入少许的清水放入湖底 再加入两颗食盐 一颗鸡精 放入香葱段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 这样一道速炒土豆片即可适用了 是不是很简单你学会了吗 更多加上菜请订阅点赞 阿勇每日小处 阿勇每天在给您加的味道